好,刚刚讲这个社会劳工的雇佣呢 同学注意看,这就牵扯到什么?就业嘛 对不对,既然东欧很多国家也愿意跑到西欧 那北欧,这个英国啊什么,他也跑到西欧来 那所以变成什么?同学注意看 因为每个国家的工资也不一样嘛 然后每一个产业别的工资也不一样 对不对,所以同学注意看 为什么老师刚刚讲,欧洲大陆上 好像相对于英国来讲,他的工资是比较高的 同学注意看,就是欧洲历史上他有这个传统 也就是什么,工会的实力是非常庞大的 工会的实力呢,强大到 因为他在每次选举的时候 他组织动员可以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 所以呢,同学注意看 他说话是有影响力的 那这个影响力呢,同学注意看 老师之前上课不是有提到过 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后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对不对 他造成了什么? 贫富差异过大,什么同工啊 什么那些都在使用嘛 对不对,虽然你成就了英国 但是什么,对于你这个国家的什么 劳工,同学注意看,同学应该也知道嘛 欧洲历史上也有同工的问题啊 不只是劳工,一般性的劳工嘛 还有同工啊 就是你这个资本主义你对于人的什么啊 当然我们并不假定这些资本家就是大坏蛋 都要剥削大家,我们不这么假定 但是为了什么 因为机械是机械什么啊 发明了之后 然后再加上能源的什么突破了以后 生产的方式改变 就是大量生产嘛 因为机器一旦启动了以后 就是24小时在转 比较符合经济效益嘛 对不对 那他在转的时候旁边一样有人啊 对不对 所以才发展出来 近代好多行业的所谓的工作有三班制嘛 对不对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权益就不一样啊 对不对 那所以同学注意看 那这个时候呢 同学注意看 那这个权益到底要怎么样确保嘛 劳工说劳工苦 资本家说我当的也不容易啊 你们不要瞪大眼睛一天到我看的 我好像钱很多 我也很辛苦啊 大家都苦啊 那怎么办啊 所以欧洲大陆上啊 毕斯麦所他什么 为了解决那个时间点的什么 资本主义就已经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已经造成严重的贫富差异 剥削劳工的情况之下 所推出来的什么 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体制 那这里面呢 就牵扯到 劳工他也是人 对不对 所以要给他一个基本的额度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你我跟寿山的这个猴子 有区隔吗 我们想 不是 来 你觉得有没有区隔 你跟我们想的寿山的猴子 有没有区别 区别在哪 啊 你会思考 那猴子不会 你确定他不会 他不会思考 他怎么会抢你的食物啊 啊 他也会沟通啊 对不对 那你呢 你觉得你跟我们学校的寿山的猴子 差别在哪里 大家都是动物哦 你跟他有没有什么区隔 你还不错 你还没抢他的食物啊 不是吗 你没抢猴子的食物啊 是他来抢你的 啊 有什么自制力啊 哦好 有自制力 好 那猴子 多少 也有一点了 对不对 也不敢说 完全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 这个差别就显现在什么 我们说我们是人吧 我们说我们是万物之灵啊 那你是要有个基本的尊严啊 你是万物之灵 那我怎么看你怎么跟寿山的猴子差不多嘛 对不对 那你的万物之灵要怎么样彰显出来啊 对不对 就是你要有一个 做一些人的一些基本的尊严嘛 对不对 那你做一个人的基本的尊严 除了你刚才讲说 自制力之外啊 还有很多精神层面的 但是没有物质做支撑 精神 精神不了两天啊 对不对 什么价值 道德 撑不了两天啊 所以对于人来讲 同学注意看 你的什么 基本的存在价值就是什么 你可以劳动 你可以什么 你是生产力 的来源 看到没有 你的尊严建构于你的什么 价值 你是只会抢人家的香蕉 还是怎样 对不对 你是跟寿山的猴子一样 只会抢香蕉 或者是抢别人的面包 还是什么 你有最 你不需要抢什么 你不需要去抢猴子的香蕉 你也不需要去抢他的面包 为什么 因为你有工作 你可以自我实践你的什么 种种的能力都可以发挥出来 对不对 那要给你这个机会呀 对不对 要不然你说老师啊 我这个是跨古今的绝世奇才呀 你看但是我没机会发挥呀 你看你们这些人都不是薄罗 你们跟受伤的猴子都差不多 只认得香蕉 不认得我 这么有才气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什么 你要给他机会嘛 对不对 所以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发展 就是说你不管你是劳工 或者是你是资方 但是大家都是人 要有基本的尊严 但是基本的尊严 这四个字是空话 要有具体的配套 来让你这个尊严显现的出来 那最根本的就是什么 工作机会 接下来什么 所得 多少 对不对 工作机会有了以后 但是如果他的所得很低的话 他跟猴子 他就是猴子的表兄妹呀 他只是猴子的表兄妹而已呀 还是同一类呀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才会后来陆陆续续 因为这贫富差 随着这个科技的突破 不断的什么 拉大 谁握有科技 谁握有机械 谁握有资金 跟没有这些的人的差距是越拉越大嘛 对不对 所以好 那当然同学切记哦 不要以为资本家都是大坏蛋哦 因为想说 这个资本家 你每天坐在家里骂资本家 越骂心情越好 想说你看我都是被这些人给害的 不是所有的资本家都在剥削别人哦 如果你每天坐在家里都在骂资本家 都是我 我今天你看我这么 我是矿骨 跨骨金的矿式奇才 居然找不到工作 都是你们害的 那你也太超级啦 那也难怪你是猴子的表兄妹啊 对不对 好 那但是也的确要有制度面来保障大家 跟猴子有一点区隔嘛 对不对 所以什么 每一年欧洲大陆上 大概很多国家都做到了 就是什么 工会的代表 还有资方的代表 每年欧洲大陆上 每年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谈下一年度的基本工资额 是多少 政府就坐在中间 做见证者 劳方也不能太贪心 资方也不能太想要全拿 对不对 大家要取得一个平衡点 因为你们注意看啊 你劳方你瞒天乱开架 到最后你一无所得 为什么 到谁年 对呀 非常好啊 那资方他就走了啊 对不对 而且机械化的生产之后 不是农业社会哦 你农业你土地搬不走啊 工业社会机械是可以移动的啊 对不对 所以他可以走了啊 资本家可以把机械什么带走了啊 厂房什么带走了啊 看到没有 所以每年的谈判 同学注意看啊 所以工会呢 工会里面如果不团结 那当然你的工会代表坐那边 也就认资方砍杀了嘛 对不对 那当然所以需要一个见证者 在那边做仲裁 你资方太过头了哦 或者是你劳方你太贪了哦 所以都要取得一个平衡点 政府这个时候什么啊 毕斯迈当时他们想起来的办法就是什么 你政府做的这个地方要产生这个平衡作用 那资方呢 当然他是什么 当然希望自己也能够越赚越多 那劳方也希望自己越赚越多啊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达到一个 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平衡点之后什么 那这个平衡点就是下一年度的基本工资额 董老师的 所以同学注意哦 千万不要以为欧洲大陆上 每年最大的事是圣诞节 不是的 就是谈这个下一年度的基本工资额 是最大的一件事 董老师的意思吧 那当然同学注意看 这个时候什么 工会的负责人 那在政坛上的影响力也是很惊人的 但是但是同学千万记住 不要以为透过这个谈判以后 因为我们知道人性本身就是贪婪的 你我内心深处也有贪婪的因子 对不对啊 所以即便谈完了以后 资本家也还是想尽办法多搞一点 那劳工呢 也还是想尽办法搞一点 对不对 那所以同学看到没有啊 那劳工希望多休假 对不对 那资方呢 想说那都搞定啦 你多来上班 我少付一点加班费 是不是他也会这么搞 对不对啊 那乱七八糟的事还是有哦 只是说透过这个制度呢 尽量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压低 这所谓的乱七八糟的举例来讲 在座也有女同学 你千万不要做梦以为什么 这个因为我结婚怀孕啦 所以有什么我要请什么产假 产假是没问题啦 我要请育婴假 因为欧洲很多什么 他比较缴税缴得比较多的国家呢 他的确对于孕妇的保障是很高的 举例来讲 那有些像德国那搭配的什么 种族优生的 要优生的概念 所以很多什么 孕妇生产完了以后 还请育婴假 一起请 可以请个十年 十几年啊 看到没有 那可以请到小孩成人啊 然后他又来上班了 看到没有 同学看到没有 这个劳方的影响力 当然这整个德意志民族的什么 优生的概念 也在中间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压的资方什么 不得不低头 同学不要以为德国的资方都是圣人哦 所以他什么 你们这么厉害 你给我搞请个十几年的什么 育婴假 我还要保什么 把工作留给你 所以我也有什么 资本家也有资本家的因应 你知道啊 变成什么 我不聘女性员工 看到没有 我不聘啊 我不聘女性员工 看到没有 或者是你真是超级齐把 不聘你都不行了 就先问你 你要不要怀孕 好 你说你要怀孕 对不起 我找别的理由就把你赶走了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千万不要以为什么 这个社会福利或者是 劳工的什么相关的保护 不是这么的理所当然啊 这样子摆下去那好像怎么搞的 劳方也是圣人 是资方也是圣人 但是全世界没有圣人啊 董老师的意思 所以现在甚至我们台湾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啊 甚至碰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啊 欧洲很多的劳工说 我愿意周末加班 但是工会说不行 你不能跟我唱反调 你是工会会员 对不对 你跟我唱反调 那我们还怎么跟资方去抗争呢 看到没有 那欧洲大陆上那更厉害啊 那每天下班准时下班的 看到没有 有些特殊的加班 那那个加班费是非常惊人的 对不对 甚至以前欧洲 欧洲大概不仅德国 大部分的国家什么 下午五点半 五点多六点 连商店都关门 只剩下餐厅 或者是那个什么电影院 那种娱乐的 其他全部关啊 那你都不用做生意了嘛 那但是你国家强大 全球经济好的时候 那恐怕没问题嘛 对不对 全球经济不景气 资方也没怎么赚钱的情况之下 你还这么搞 连有些劳工他都说 我愿意工作啊 我愿意周末工作 那但是工会反倒不准你啦 看到没有 那台湾现在有一些 这种情况也出来了 有些工人说 我愿意加班啊 因为我家状况不怎么样 我愿意不断的加班 不断的赚加班费啊 我愿意啊 但是现在什么 现在搞成什么 也不准你这样 看到没有 所以两难啊 看到没有 因为产业别也不一样嘛 性质也不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很难取得一个平衡点 所以同学千万不要以为 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哦 特别在这边 所以就搞不定啊 所以才什么 欧盟出面来协调一个大原则 我们所有欧盟国家要遵循的大原则 然后再依据各个国家 各个产业别 因为我们知道欧盟里面 还是有很多国家发展 有些国家就像老师讲的工业强国 有些国家还是比较农业型的嘛 对不对啊 所以你只能有一个大原则 不能说规范到太细部 因为有些国家没这个实力啊 对不对 甚至有些什么 英国现在要退出啦 那这个有一些 已经在欧盟这个地方 开店的一些这个英国的商人 这下伤脑筋啦 对不对 我不仅我所有的员工的健保 变成我要承担啦 因为我现在变成我的公司不是 我是英国公司啊 我在欧盟里面投资 那欧盟如果不给我相关优惠的话 那我的员工我要帮他加保啊 保险啊 不仅健保还有一大堆啊 对不对 而且欧洲对于这个保险 是执行的蛮彻底的 而且他保险的金额 比我们台湾高很多啊 对不对 那那个脂肪 也是很大的压力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好 讲到这里面不清楚的会有意见 好 我们说 签订阿姆斯坦条约以后呢 不仅德国统一了 那有一些东欧国家陆陆续续也加进来了 那二十几个会员国的话 那每个国家一定有他不同的特色嘛 对不对啊 所以没有办法立即的什么 发展出一套什么 大家都适用的规则啊 所以什么尽量的啊 就是说 诶 容许什么 有一些国家 他有一些特色的话呢 可以什么 可以有所谓的除外条款 但是这个除外条款不轻言动用 因为种种的例外如果使用的话 就会让常态被破坏嘛 常规就没有了嘛 因为大家都说例外啊 左一个例外 右一个例外 就没有常规了嘛 对不对啊 但是允许一些合理 比较合理的一些这个情况 但是也要什么 经由同意啊 好 那接下来啊 就是说辅助性原则啊 同学注意看 以这个欧债危机为例啊 我们说希腊什么 他一开始就 希腊财政部长公开的站出来 承认希腊有危机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欧债危机 好像从希腊先什么 先报出来的 那同学注意看啊 当时报出来的时候呢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欧盟没有赶快跳下去救他 欧盟的制度的设计 同学注意看 这个辅助性原则 他也有他历史依据的啊 因为我们说 欧洲以前宗教和政治 不全然分开的时候 教皇在上面 他下面所有的盟国呢 里面有什么事情 你要自己先解决 如果你没有能力解决呢 我罗马天主教皇才跳进来什么 来帮大家解决 这个叫做辅助原则 所以还是你以你自己为优先 来解决 那欧盟沿用了这个原则 所以变成什么 你希腊有问题对不对 你希腊要自己先解决 如果你解决不了呢 欧盟再跳进来 帮你收烂摊子 但是呢 同学注意看啊 欧盟当时的确也理解到 希腊的问题是非常严重 所以本来欧盟的中央银行 想要直接跳下来 那当时就引起非常大的震撼 就是什么 那你改变了这个 因为欧盟阿姆斯坦条约之后 所有的法律的架构 基本上都是辅助性原则 你会员国自己要先解决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那当然老师之前不是有提到过一点 就是说也当然也有一些国家 后来批评德国 就说你好像是救希腊的英雄啊 对不对 那后来好多出了问题的国家 都是你冲在前面救 好像你最厉害 你是英雄 你贡献最大 那后来后见之明 也有些国家批评德国 那你做人情 你干嘛不早就跳进去救啊 你拖这么久啊 才下去救希腊 救意大利啊 救这些国家 对不对啊 那当然德国表面上什么 当然他也必须遵守这个辅助性原则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同学注意看 当然有些国家就批评德国 说你这个是什么 你这个是阳谋 你故意这么慢下去救 就是什么 因为欧元出了问题 他立即是马上贬值嘛 对不对 你欧元原来好高啊 因为同学注意看欧元那时候 对我们台币大概 一个欧元等同接近40多台币啊 你看这是很高 很贵的一个货币嘛 对不对 那你出了问题以后就开始往下掉 往下掉 对不对啊 那德国你应该赶快去救他啊 你既然有能力救啊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拖到那么那么慢才去救他呢 所以有些国家后来就批评德国 你这个是阳谋嘛 你故意慢一点救他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你就等着欧元什么 贬值 有利于你德国产品的出口 因为你物美价廉啦 以前是物美 但是价不廉 那你就故意等着什么 物美价廉啊 看了没有 那当然这是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考量 老师也不敢说 因为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他当然是是要为自己国家什么 的利益打拼啊 对不对 他没有必要嘛 所以同学注意看了没有 今天德国 这个梅克尔快要被赶下台了嘛 对不对 就是你让一大堆难民进来 那还有什么 另外一个谴责 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什么 你干嘛爱管闲事 去救希腊 救意大利 救这些 干嘛 我在我作为一个德国人 我在德国苦得要死 你怎么都不救我啊 你先去救外国人 看到没有 所以陆陆续续 德国现在地方性选举什么 梅克尔的政党什么 都惨败啊 还不只是败一点点 是惨败啊 看到没有 所以大家一肚子的怒火也出来了 就是你救欧赛维基 外国批评德国说你故意救的那么慢 但是德国老百姓就批评说你干嘛去救别人啊 对不对 我们自己在里面还很苦呢 还还你都不救我们 你花那么多钱去救外国 对 所以同学看得到 就即便是富裕先进国家的老百姓 也并不必然有世界观 看到没有 就等于说其实梅克尔的这些动作 其实对德国都是非常有利的 对不对 从这个整个世界大局的这个走向 但是德国一般老百姓也不 也不懂啊 他只管我的钱有没有减少啊 我不管别人的钱有没有减少 怎么样啊 对不对啊 因为同学注意看 欧元这样子下跌以后什么 所有持有欧元的人的财产是不是都缩水 那的确也是嘛 对不对 所以很难面面顾到啊 对不对 那一般老百姓的存款的确也缩水了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 所以现在很多德国老百姓什么 我就是封杀你啊 我地方议会选举 我什么大家都什么 跟梅克尔什么搞对抗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所以欧盟采取的辅助性原则 当时是什么 陈席志 就等于说是罗马天主教那个时候 跟他相关的盟国一些互动的一些情 所累积出来的经验啊 好 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啊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请这个助教这个黄玉成学长来把题目写在这个地方 供大家参考 好 好那老师也那个 反正加退选都已经确认了嘛 老师从头到尾念一遍 没有念到你的名字的话 那你下课一定要来跟老师讲 高逸词 中文旗 老师有没有念错 文 您 好 胡勇志 王再玄 徐子涵 康乔 康乔 刚才第一位高 那老师也念错了是吧 那念什么 美 高美词 高 美词 美哦高 谢依儒 谢依儒 陈秋荣 廖燕宇 廖燕宇 呃祥 廖念祥 老师有没有念错 老师有没有念错 没有 李立 刘志锋 林玉 呃林申玉 那念申没错吧 称 哦好 吴起又 念起 心 哦 带君彦 陈佑君 曾昭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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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毅倩 黄婉柔 杜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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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玉玉 杜勋威 杜勋威 宠子杜 黄敬雅 罗鱼城 颜同分 林鱼音 徐瑞秀 王维宁 黄冠华 吴长仪 李嘉恒 周宜萱 蔡正达 图建登 陈冠红 蔡金华 许永诗 那念诗吗 滕景平 念滕没错吧 杜心语 肖胜丰 黄胜佑 林玉泽 那念泽吗 林玉泽 秋 这念什么秋同时 月 林怡亭 林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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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念什么 诗是吧 卢柏莲 周可刚 周可刚 好 老师先说明一下题目 第一题 举例分析宗教对于欧盟发展的影响 其实老师刚刚多少也有点到一些了啊 那当然我们开学第一堂就开始讲了 那这个宗教呢 你也不必全写 你选一个嘛 选天主教 基督教 东正教 或怎么样 选一个就好了 它对于欧盟发展的影响 那这个影响 可以是政治的 可以是经济的 那第二题 请举例分析欧盟单一市场对于欧盟会员国的影响 老师上课是不是也有提到过啊 很多国家他考量要不要加进来或怎么样 他一定都有一些考量嘛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单一市场就是我们讲的什么 人力物力劳务关税呀 的流通 都很方便 关税呢 降低 对不对 这才是单一市场 的特色 对不对 而且关税 这个疆界也打开 让人力物力 自由流通嘛 来创造最大的什么 经济效益 这是单一市场的目的嘛 那所以他对于会员国的影响 一定也是不一样的嘛 对不对啊 所以你会员国 你也只选一个就可以了 不必28个通通来 那太多了 为什么老师讲太多了呢 每一个人写啊 你不必写太多 不用写个一百万字拿来给老师 那这个太震撼了 这是不是A4的值啊 一题一面 一题一面 所以就两题嘛 所以每位同学只要交一张 两页 对不对 一题一页嘛 所以基于环保的理由 交两页来的就要扣分 所以就要双面列印 基于环保的理由 董老师的意思吧 同学不要以为很好写哦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哦 想说啊 我这个我三言两语就道尽一切重点了 所以写一行就要来 那你能得到一分就不错了 董老师的意思吧 因为任何一个问题 他处理起来不可能什么 即便是欧盟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他不可能只有一句话吧 对不对 所以切记 那当然你也 你也不必 为什么老师说不必写太多 也就是说你们要陆陆续续开始练习 把重要的一些观念呢 很很完整的 但是不要拖拖拉拉的 就能够表达出来 因为你们以后不管哪行哪业 你就业之后 没有人可以听 听你长篇大论啦 都要精简 但是精华要在里面 不能精简到三个字 五个字 那当然也不行嘛 对不对 那这个都要练 其实长篇大论比较好写 精简比较不容易哦 所以老师反复提醒大家哦 精简不容易哦 你不要只讲了一大堆 到最后老师看了大半天 重点没出来 结束了 那也不行哦 董老师的意思吧 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切记 通试课并不必然表示你 至少可以得六十分 董老师的意思吧 所以 你能得几分还是看你咯 切记 既然是两个礼拜的时间 对不对 所以下个礼拜不上课 下下个礼拜上课 老师不接受任何理由 你 交不出来 董老师的意思吧 所以下下个礼拜来上课的时候 没有交就是零分 听清楚了哦 没有例外哦 除非你有什么重大的什么 医疗事故 那还要有医生证明 对不对 老师已经是两个礼拜的时间了 你不能再有任何理由说 啊 我写不出来 什么的 我是旷 旷古奇才 我一大堆里面还没想出来 那没这个不接受的 啊 所以已经是两个礼拜了 所以下下个礼拜一 交不出来的就是零分 啊 不必事后又跑到老师的研究室里面 来讲一些奇奇怪怪的理由 一概不接受 今天在这边约定好的是 你们要遵守 老师也遵守 所以不接受任何事后跑来解释 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这种都不接受 听清楚了没有 如果有任何困难 现在讲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你觉得 老师 我们这样讨论了 你觉得有哪边有瑕疵 或者是有问题 可能无法贯彻 现在要讲 我们可以再讨论 现在确定了以后 任何奇奇怪怪的理由都不接受了 就是老师刚讲的 重大医疗事故 要有医生证明 这个可以接受 自体大小12号 切记哦 一定要抄题目哦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 你要有名字 没名没姓 老师不能乱猜的 要有名字 要有学号 自体12号 行间距1 不要搞个行间距2 3号的 自己搞了一大堆 行间距 是1 字体 大小12号 那字体 大家的电脑里面 是不是都有标凯体啊 有没有 应该都有吧 那我们就用标凯体 没有的 现在要讲啊 是不是电脑里面 word里面 是不是都有标凯体嘛 标凯体 12号字 然后行间距是什么 然后呢 题目一定要有 姓名 学号 也一定都要有 还有 姓名写在上面 不要怕老师认得你 藏在最下面 懂老师的意思啊 姓名要写在 这个A4的指头上面 不要藏到好下面 还有没有 姓名学号都要写在题目的最上面 姓名 学号 然后题目第一题 然后反面第二题 切记哦 超过一页的什么 就要扣分 基于环保的考量 环保不是嘴巴说说的 要能够被实践 还有没有 有任何意见 现在讲哦 你的没有标凯体是吧 不喜欢标凯体啊 那其他同学还有没有别的意见 标凯体映出来比较清楚啦 心细明体你再怎么样 还是比较淡嘛 对不对 好 还有没有什么理由 或者是有别的考量 都没有了 那大家都要遵守约定啊 下下个礼拜二 一定要带来 本人亲自教 姓名 学号 题目 答案 如果不教 就算零分 这是很清楚的 好 那就下课啦